今年七月份 行政期在法务保生立黎政4条后 推动国家黎政一个关谈与华党 就因为现在公家机关的重要人物记忆 有点影响这种温度 关于要特别来生立这支黎政7岗队 这支不足为 业交目标中金办会的民众作为来加习 在今天一个技术会订阅 副官党丹志清业秦申来受计 参加南岛管政府推动关谈与华典志冈队 正式成立 副官党丹志清 清新受计让华典志冈队的志冈代表 参加南岛管政府华典志冈队正式成立 本人张万斤 过年前的年政志工 那我们志工从今天成立以后 第一个可以说对我们南岛省政府 正风工作方面增加了一个胜利金 那其实除了正风以外 我们志工也可以搭配下乡去做先党 下乡去做服务 也可以了解我们地方的民情 为今年七月份 行政医在华部部 成立全新的年政宿了后 推动政府年龄以及荒唐区的运动 就是为现在公开机关的需要人物记忆 也因此南岛管政府成立 年政志工队 对南岛地减速以及建政党委员 都出席参加表达重设计划 对南岛省政府专志营 也特别为台北 亲身来到南岛替年政志工 也会来配夸博物件 并向大家加油鼓勒 所以我今天借着机会 特别感谢这个南岛省政府 给我们这个连政工作 大力的支持跟协助 希望你们也能够协助我们 让连政志工 甚至将来我们的存立连政平台 能够逐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 能够跟民众对话共同 也可以跟民众协力合作 构成一个国家连政的网络 所以我想我们的志工朋友 就拜托你们 发挥你的影响力 慢慢的影响到你周遭的公务员 让大家不要小看 将来就不会有中天不会有大看 那在这个工作上面 都需要连政志工 还有社会上的正义知识 一起来热烈的投入 才会有效果 县政府连政志工报名表 会中资本单位 也特别以行动教的风险 来共同未来连政志工的 主要工作和通报公联 其中南部官政府也希望 就由这些政府捷径 将近百位志工来 驾一社区驾一兵将 发挥影响力之下 会等会接更多的名义 共同支持推动连政志工 观谈会的运动 连政超纪纪 接下见分散 彩虹报道